昨日期间女儿请我们聚餐,坐车暗时赶到碰头地点,远处是一群游客在游览观光,这是议会大楼,女王铜像,女王大厦,穿绿衣的导游,再给游客讲解女王铜像和女王大厦。 今天是个多云的天气,远备散步,我们步行前往就在饭店,我们问过达令港,也叫情人港,情人港是悉尼著名的女流景点,一个巨大的闹钟, 这是一家餐厅 我们走过皮尔蒙克大桥,这是一座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建筑 这是一座海洋博物馆 看由巨石建造的皮尔蒙克大桥影桥,悉尼的古老建筑很多,而且保护得很好 我们在去饭店的路上 就是这家饭店 进入大门 进入大门 这是我们预定的饭店 来就餐的人很多,需排队等候 这是一家自主餐厅 食品摆放有讲究 我选的我喜欢的美食 就餐结束,只想多走走路消化消化 我们往回走,边走边看风景 这亭子是控制皮尔蒙克大桥旋转的 皮尔蒙克大桥建成已有一百多年历史 现在还坚固如初 澳洲是盛产葡萄酒的国家 巨大的葡萄酒瓶 我们走到了火车站 查看列车时刻表 谢谢观看